2008年中央二套电视台《财富故事会》中介绍了黄中达 这是专题介绍黄中达的太极神功 黄中达在他的一太极馆中轻轻一推将他的血缘全部推倒 这是在公园里头 公园里头他不用占人 他周围的这些徒弟 他想让他怎么倒就怎么倒 甚至可以让他们停在空中 围观的人很多 黄中达介绍 他这个功夫练成以后 他觉得可以把它交给学员 让更多的人掌握这种太极神功 这是他在给学员表演这种太极神功 这是隔山大牛 和严芳一样 可以手搁在学员身上 然后由学员来把别人隔空打倒 轻轻轻一推就倒 这是他在表演他的神功 野马分钟 当人们的手 这些学员的手 推在他的胳膊上 他可以很轻松地 一个野马分钟 把所有的人都搬倒 看这么多人同时倒地 他在教学员们 并给学员们讲 他的胯怎么动的 身上怎么动的 轻轻一拨 这些人都倒了 看 轻轻一拨 这个学员就倒了 是站不住的 三四个人搁在他胳膊上 同时推的 你看 他也是很轻松的 轻松的 野马一分钟 全部倒地 外国的学员 外国人知道了 他的神功以后 也专程来学习 看 他很轻松地 就把这些外国学员 放倒了 轻轻一放就倒 轻轻一放就倒 这是法国来的学员 黄仲达甚至 几乎不沾身上 一样能够给人放倒 黄仲达的太极神功 已经到了 出身用化的地步 也是手一挥就倒 黄仲达的神功 是最后他找到了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是上海人 曾经两次夺得 推手比赛冠军 自己创了一套蛇行拳 他见到这个位老师以后 非常佩服这个老师 看这老师没站在身上 他也一样就倒地 他觉得这才是 真正的太极神功 于是他就向这个老师学习 黄仲达上海除名的好人 早年学习过散打 还参加过散打比赛 后来跟随陈小旺学习 陈世太极拳 也学了七八年左右 学成之后 他对自己的武功 仍然不十分满意 于是按他的说法 他四处寻找更好的老师 最后找到了陈明良 陈明良上海人 陈明良的功夫 在黄仲达认为是出身入患 他正是从陈明良那里 学习了隔山打牛的功夫 这是陈明良 黄仲达雄心勃勃 2006年 他在上海开了第一家 义太极养生馆 他准备把他的义太极 发展到全国 甚至发展到全世界 这是他的义太极养生馆的宣传片 在宣传片中 义太极养生馆的教练 功夫都与黄仲达如数一辙 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对手放倒在地 这些教练的功夫 让人有点光目相看 2007年8月 陈氏太极拳19代传人陈小旺大师 在百忙之中 专程来到上海的太极养生馆 为陈氏太极拳 陈小旺全数研究会 举行揭拍仪式 陈小旺大师任命黄仲达先生 为研究会会长 并亲笔题词 一经 然而 仅仅过了一年多之后 在中央二套 财富雇物书会中 黄仲达的神功被播出以后 引起了陈家沟的不满 陈家沟人认为黄仲达 这是对他们陈家沟的污辱 于是准备找黄仲达理论 河南电视台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你好观众朋友 我是曹娟 今天是12月8号星期一 农历的11月11 那在央视以及我台的 关于黄仲达的节目播出后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在网络上发现 其实因为央视太极推手节目 引起的黄仲达事件远没有结束 那为了更好的了解事情的发展经过 在11月底 我台专门派出记者 在陈家沟太极学学校总教练 陈自强的陪同下 远赴上海见到了黄仲达本人 之前就是黄先生在中央电视台 也做过的片子 主要就是说了一个太极洋森的问题 那么这个片子公主一共呢 对于就是你和你周围的人 他们直接看了片子 你听会有什么反应吗 其实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那个片子以后 其实我最后的朋友 和我们太极洋界的一些朋友 我们最大的遗憾 其实是因为中央电视台的编辑 在剪辑的过程当中的一些事物的一种 这种情节 这种情节呢 因为导致了就是说 好像我对陈家沟的四大金刚 有什么不敬 其实完全错了 因为我是陈小旺全数研究会会长 我对陈小旺大师 陈小兴大师和朱天才 王歇安 我应该对他们都是非常仰慕和敬重的 我绝对不可能说是颠慕他们 或者说他们怎么怎么的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实 这报道在河南电视台隆重播出以后 就没有了夏文 估计他们双方就算基本和好 一波卫平一波又齐 苏州太极拳爱好者 祖团来到上海 想与黄忠达对话 了解他隔山打牛的功夫 人们要求黄忠达 表现他的功夫 想与黄忠达推手问劲 黄忠达一口拒绝 现场人很多 一部分是黄忠达的学生 另一部分就是太极拳爱好者 最后一个自称是黄忠达 徒弟的人上场 他也跟来的人推手 就在为黄忠达建议 他是我那个学生 做动作 你这样黄老师 你说什么教育 你说话 他们就这样 咱们是一般做动作 那你就来个金刚老队 我对你 我们就是反正这个把 我个人建议啊 我们个人建议就是 通过太极拳组 就能够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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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这个应该是不行的 我这 像这样够 我们也来个 这个一进落空 因为 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要想 急优 我们要想急优 到底就是一进落空 到底什么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 看我们一个话题 其他没有 其他任何话题 你一个话 感觉你一个话题 感觉他得意义 就刚才在这 对你自己 你做一个女生 为什么这一次 我已经说这句话了 就是说 当大家就不想 是不是这情况 肯定有错 此事件在网络上 吵得沸沸扬扬 也算是 武林界的一件大事 此事过去以后 相对安静了一段时间 到2010年 黄中达把他的 意太极养生馆 开到了北京 剪彩那天 一些名流 像马云 柳传志 还有电影明星柳连杰 都到场 去祝贺 为他剪彩 此故事 到此算告一段落 下面 让我们 继续欣赏 几段 黄中达 太极神功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